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比分追了回来1比1 对面的话还穿黑色的丝袜 是吧 黑色的尼龙袜 好 又是一个后场起跳皮杀2比1 好 这一波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对面的防守 它的分数是比我高 对面一个提前预判 这一波2比2 对面的防守分数能力是比我高的 对面这一波失误了 3比2 但是大家注意 因为3000分以后它是7分制 所以说我们的体力可能会不够 如果回合多的话 这一波陈老师守住他的杀球 我没有体力了 继续守 这一波往后退 给他后场一个高远 继续守住这一拍 还可以 那这一波完全是靠操作弥补的 这一波的话 大家都是没有体力了 都没有体力 你还敢起球 陈老师的杀球 我都选择杀的比较深 因为他不好守 大家注意细节 给他后场起跳 把后场给他一个后场球 对面的话也给我后场 这一波再给他一个后场 把他球调起来 再给他一个往前打 拉掉型打反应 没有体力了 来后场点杀 非常突然6比2 第一场的话 陈老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对面又是个往前 再给你一个后场球 起球 再不杀不杀球 对面有一个前场点杀 陈老师这个灰拍慢了 你随着体力的减少 他的灰拍会变慢 这是我自己瞎变的 对面的话又是个失误 第一局 好 先是这样子朝粉 他一波7比3 第一把还是比较顺利的 然后赶紧喝这个运动饮料 把这个身体的能量补一补 那么第二局看一下 这个视频的时长 已经告诉你们了 不说了 对面后场一个起跳杀球 守住 好 然后往前球的争夺 陈老师被他骗了 对面的话 这个灰拍非常快 直接一个打了拍后场 就被骗了 陈老师 但是对面又是一拍后场 又想来老套路 来杀不杀 杀马上守住 好 这一波 这波感觉网卡了一下 我前场球 其实本来能调起来的 但是没关系 开局2比0 有关系 直接一个杀球 对面守住 大家注意一下 我刚才那一排杀球 是比较的前面 落球点比较前面 所以说他能守住 这个人的防守比较好 所以说我的杀球 尽可能选择落球点 比较后面 后场起跳皮杀 对面又守住了 这一波 再后场起跳皮杀 对面再次守住 继续往击球 对面一个回球失误 2比2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 我没有体力了 没有体力了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赖皮 什么赖皮 我就等时间拖时间 因为他体力会慢慢恢复 对不对 但是大家尽量少用 这样子的话 有不讲武德 有点好 这一波必须得发了 不发的话 他这个体力还会给你减少 这波 好 给他一个往前球 对面又是个前场点杀 看一下对面的回球 这一派后场高远 继续守住 看一下对面又是个 前场球的一个争夺 对面这一派是3比 陈老师反超比分 非常精彩 看一下往前球 正式发往前小球 这一派陈老师没回到 还退的不够后面 因为是有没有体力的缘故 所以说移速不会很快 这一波对面 又是一个回球失败4比3 对面的话 这个哭了是吧 发个表情 我现在不能吵粉他 好 对面又是一个后场球 但是陈老师还是慢了 我应该往后再退一点 也是由于体力不足 确实移速比较慢 4比4 对面后场起跳杀球 第二排守住漂亮 但是连续的第三排是个点杀 后场两排起跳杀球 两排起跳杀球一个点杀 陈老师没守住 来 继续守 我的防守能力的话 还是可以的 无比我非常的胶着 第二把 后场高远 守住第一排 这个运气球漂亮 6比1 我陈老师率先拿到赛点 这波我选择炒粉他 发了个炒粉表情 继续一个后场发高远球 对面起跳 再杀一排 这一排 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我就知道 他这个杀 杀他的球必须得 落球点必须得后面 就是对面有个点杀 7比6 杀他的时候 我们运动员必须 人再往前离这个杀 击球点再往前走一点 好 看一下这波 再杀 对面挡了一排 挡了一排后场 这一波 陈老师因为体力的原因 移速不行了 所以说的话 赶紧先把运动能量 不一步 拖入了第三局 这个非常胶着 所以说陈老师的后面的 我改变策略 改变策略 杀球的时候 我都选择杀 那个落球点很后面 大家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 他就守不住了 除非他人往后退 他接杀球都喜欢人往前站 这是他的一个弱点 他自己不知道 继续又是这样的 同样的一个套路 2比0 大家看到没有 的落球点 基本上都是在 双打发球线附近 这一波 对面一个后场起跳 批杀 没有想到 看一下 这个球 2比1 陈老师暂时领下 这一波 对面给了一拍 后场高远 直接再一拍杀球 但这个杀球落点不够 深对面守住了 好 再来一拍 大家看到没有 又是同样的得分方式 我击球的时候 人往前多站一点 让他这个杀球 落球点的后面一点 他就不好守 这边我继续恢复体力 逗逗他 来 发一个往 正手往前 对面一个后场起跳批杀 这一波往前球的一个争夺 来后场高远 继续守住 再杀 这一波来 继续杀球 又是一个落球点 非常后面 4比1 我非常有优势 但陈老师一波体力不行了 那么我又要开始赖皮了 赶紧恢复体力 恢复一波 好 给你个后场球 对面也是没有体力了 继续 但是这一拍就没处理好 落球点太后面 导致出界 4比2 我们现在是非常有优势 来继续杀 对面又是守住 这个落球点美好 守住这一拍 互相守住 对面的杀球 后场高远一拍 对面再守住 对面也是有点闷逼 感觉陈老师怎么这么牛逼 是吧 继续来往前球 来 起跳杀球 对面这一拍被他挡住了 对面学聪明了 他人会往偏后站一点 挡了一拍后 远往 那我的话 这一拍又被他骗了 假动作 4比4平 哎呀 这一波 现在是有点胶着 看一下对面后场起跳杀球 这一波 前场点杀 陈老师又失误 也是由于没有体力的关系 这一拍应该往前走一点 现在的话 有点危险 陈老师 后场对面起跳 披杀 来 再次一拍杀球 对面好 这一波我提前反应了 唯一我知道他要挡后网 挡远往 这一波 对面又是挡一个后网 好 继续守住 来 再来 往前球的一个争斗 对面 同样的 来 我还你个5比5 非常的胶着 看一下这个球 陈老师选择还是正手发 往前小球 给他一拍后场球 对面起不起 起球直接杀球 第5 又是这个杀球 落球对面就后面 好的 这一拍后场 直接高于对面 杀球守住第一拍 看一下对面 好的 往前球的一个真的 对面非常突出气的那一拍 前场点杀 6比6 需要加10 加2分 所以看谁 先拿对面直接一个预判 7比6 这时候呢 他是发了一个炒粉的表情 他觉得他已经要赢了 是不是 赢了 是不是 你觉得你 我会输给你这种秀恩爱的吗 我单身30年 会输给你这种秀 又是同样的套路 7比7 nice 这一波赶紧 突然他没反应 好的 后场关于一拍 守住这一拍 陈老师的防守 绝对nice 这一波 后场的球 被他守住了 没关系 给起个球 杀不杀 反抽 这一波 积极的杀球 对面又守住了 好的一个15 8比7 陈老师再次拿到赛点 这一非常精彩 看一下 还有没有 广线球 只要起球 直接杀球定胜负 又是同样的套路 还想来一场 最后直接一个 炒粉表情 再见朋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